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敏会失踪一样 阿美找遍了所有女儿可能去过的地方 都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给女儿身边的同学打电话也一无所获 最后阿美想报警 可丈夫却阻止了阿美 说这会影响到她的选举 可早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阿美 依旧固执地报了警 几天过去警方什么也没有查到 不过倒是为阿美提供了一个人 此人名叫小玉 是小敏生前一直联系的一个人 于是阿美来到学校 找到了这个叫小玉的女孩 小玉看上去呆呆愣愣的 问什么也是一问三不知 就在这时 阿美发现了小玉手腕上戴着小敏的手表 阿美顿时觉得就是小玉害死了自己的女儿 而阿美在接下来的调查之中 又找到了小敏生前的班主任 班主任告诉阿美 小敏和小玉其实是很要好的朋友 因为他们两个都热爱音乐 但是他们却一直被同学们排挤 欺凌 得知女儿在学校一直被欺凌的阿美心更痛了 这让她更是坚定了 自己调查找到女儿的决心 而阿美的丈夫永强在女儿失踪的这段时间里 依然活跃在为自己选举造势的现场 甚至以女儿的名义 梳理起自己的好父亲形象 崩溃的阿美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的孩子 她去请大神施法 去找人给小玉催眠 试图找出线索 再是在丈夫手下的面前 以自虐形势逼问丈夫的行踪 就连丈夫都成了阿美的怀疑对象 终于在小敏失踪十天之后 警察在山上找到了小敏的尸体 心心念念要找到女儿的阿美 终于见到了女儿 只是孩子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因为孩子的死 选举的票数产生了逆转的变化 本来处于弱势的丈夫永强 得了大众的同情 获得了更多的选票 瞬间反抄对手 看着丈夫春风得意的样子 阿美彻底把怀疑对象对转了丈夫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 阿美又发现了新的线索 这两年以来 小敏的班主任 一直在给小敏泄露考试试卷 阿美找到班主任质问 而班主任却说是自己因为喜欢小敏 但如果真的是喜欢的话 又怎么会泄题呢 就在阿美无助的时候 小敏的粉丝们找到了她 他们是学校里为数不多支持女儿的人 阿美通过他们 知道了女儿的秘密基地 就这样阿美来到了这个秘密基地 发现了小玉和女儿小敏之间 并不只是简单的好朋友 阿美愤怒地撕掉了墙上女儿的照片 砸碎了女儿和小玉的架子骨 而在架子骨里 藏着的却是一亿含元的巨款 就在这时 小玉也骑车来到了秘密基地 面对阿美的逼问 小玉哭着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两年前 阿美的丈夫永强 去学校的一次演讲 使得永强与班主任勾打在了一起 两人的私情很快就被小敏和小玉发现 小敏并没有告诉妈妈阿美 而是在送给班主任的礼物上 安装了摄像头 拍下了爸爸和班主任勾起的画面 两年来 他们一直用这段视频来威胁班主任 让班主任提前给他们考试试卷 直到前不久 小玉因为需要钱 他们勒索了班主任一亿含元 班主任终于承受不了这种 每天在勒索之下的生活 于是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永强 而永强当然不会允许 有人抓住自己的把柄 在不知道对方是自己女儿的情况下 拍出了杀手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开车撞死了自己的女儿小敏 当时小玉就在旁边 趁着凶手下车拍照时 小玉发动车子撞死了凶手 得知真相的阿美悲痛欲绝 最终阿美选择了 用自己的方式来了解这一切 黑夜里 阿美用电棍击倒了丈夫永强 他把丈夫五花大绑狠狠地暴揍 当他把塑料袋套在丈夫头上时 他希望丈夫马上去死 但是最终他放开了手 阿美当着永强的面 把永强和班主任的肮脏视频 发给了永强的竞争对手 自己的妻子毁了自己的一切 而自己为了前程 毁了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家庭 现在连前程也没有了 用这样的方式 让永强一派涂地一无所有 或许这就是最大的残忍了吧 这就是电影《没有秘密》 好了今天的电影到这就结束了 我是阿瑟 喜欢我就点击屏幕下方的关注按钮 每天为你带来最精彩的电影视频